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得要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冯元 也跟张鹏老师一样 来自中山大学 我的工作 现在我的自我定义 叫一个文化测量员 我的工作 就是希望通过去分析和研究 各种不同的用于我们进行视觉交流的 这些我们称之为叫符号体系 来探测它的文化含义 那么这就是一个文化测量员的意思 几个月以前 有一个中学老师的自知性 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我想大家没有人不知道这句话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我在给研究生上课的时候 同学们也就在议论纷纷 但是我的问题是 我问我的同学们 我说世界那么大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 这个世界是如何被拼成这么大的 它原来有这么大吗 这是我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如果世界真的那么大 你想去看看的话 你想去哪去看 换句话说 什么地方可以成为你的目的地 那些目的地是客观存在的吗 还是被某些特征 或者某些包装 所重新把它包裹起来 吸引我们去的 如果是第二者的话 那就意味着 我们一定受到了 某种文化意图的诱导 好 那么 我再问同学们一句话 我说 如果世界这么大 让你去的话 你们会选择什么地方去呢 当然会选择 自己没去过的地方去 我就指的课是 后面那个后院 我说那个后院 你也没有去过 你干嘛不去 这句话很简单 因为我们都选择 有价值的地方去 那个后院没价值 因此我们就不会去它 正是这一点 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其实我们是在 一个价值体系 或者说在一个 观看价值的体系的选择中 去决定我们去哪 去看什么 由这一点 因此我就想起了 我的一个 关于这个观看和地理的 一个思考的起源 就是这个 2008年 哈佛大学 有一个小型的图书馆 被整体赠送给中山大学 那么 我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粉丝 那么 那个 正好这个图书馆里面 有一整套的 一百年以来的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 当时我的选择是 我希望看一看 这个世界被拼合出来 中国在这个世界中 到底占据一个什么位置 借助美国国家地理杂志 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线索 因此我选择从1906年 看到 1946年 我们大致上可以看出来 它是一个 早期现代中国的 那个阶段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我并不是 随着杂志的 那个线索 去游山玩水 或者去 或者是一种 猎奇士的态度 我的看法是 我得要考虑一个 外来观察者 是以什么标准 来看待中国的 然后他们报道了 什么地方 在这个意义上 我做了一张地图 大家看到 每一个黄色的点 和黄色的线 就是被这个杂志 所报道的 那么这个点 或者这个线 如果被报道了多几次 我就会把这个点放大 然后它所形成的 这一个地图 非常有趣地 呈现出一个结构 这个结构成了我 研究我们今天的 观看地理学的 一个基本的来源 我们现在所看到 这个现代中国 正好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东部中国 一个是西部中国 在二十世纪初期 这两个中国之间 互相不观看 而观看这两个中国的 是来自西方的观察家 所以他们 通过他们的观看 把这两个部分 拼合在一起了 这就使得 我们发现两条弧线 一条是沿着 东部的那条红线 另外一条 就是沿着西部的 那条绿色的弧线 这两条弧线 恰好我把它称之为 叫农业中国的儒教弧线 正好沿着沿海部分 画了一个弧线 这是被报道了 最多的地方 另外我们看到 绿色的这条弧线 也可以把它称之一条 黄教弧线 因为它所颜美的地方 正好是从云南到西藏 再到蒙古 再到东北三省 这一条弧线 所代表的 正好是一个边疆的 西部的一个世界 这两个世界 之前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 似乎并不是像今天 所呈现出这么一个状态 因此看了这张地图之后 我们就可以对一个 我们今天的观看结构 做出了一个基本的一个分析 存在的一种 决定我们今天的一种观看结构 就正是由现代性所带过来的 那么这个现代性呢 使得比我们必须把它回溯到 19世纪中期 19世纪中期 在西方有三件事情 是对我们今天的观看 非常有影响的 一个是动物园 生物学家到自然界去 把动物捕捉起来 然后把它放到动物园里面去 使我们能够通过观看 这个动物园来获得 跟一个自然世界的关系 第二个是博物馆 这跟历史学和人类学有关系 我们把人类历史上的珍宝和文化 把它放到博物馆去 让我们去观看它 以获得跟历史的关系 第三个是博览会 1851年大英博览会开始之后 一直延续到 中国在2010年举办的上海时博会 博览会把世界上最新的技术发明 把它汇聚在一起 让大家去观看它 我们再观察一下 生物学家是要到 没有被人类扰动的世界 生物世界去观看 正像张炮老师要去看猕猴 人类学家去到 那些没有被人类文化污染的部落去观看 探险家是去到 无人涉足的 无人区去观看 而这三种观看方式 反过来其实 把这个世界创造了一个 我称之为叫文化编码的世界 这个世界被编码了之后 因此也就区分了一个 我们所看到的世界 与一个可观呈现的世界 因此 根据这个结构 我们就可以区分出了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观看者的结构 这就回到我们自己了 我说 因为这一个 十九世纪所发源的现代性 我们就分成了两种人 一种叫观察者 或者叫知道者 另外一种人就叫对象 而知道者和对象 反过来创造了一个 跟我们今天更相关的现象 就是我们今天的世界 已经分成了两个世界 一个叫生活世界 我们从来不看生活世界 一个是观看世界 我们总是选择那些 有价值的 有观看价值的目的地 我们乐此不疲地要去那里去看 而不看我们周遭的所有事物 那么这个现象所连带的结果 告诉我们说 其实我们一直在追寻的 这个所谓的观看价值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一点 这个观看价值 不是一个客观存在 而是一个文化建构 这个建构正是 一百多年以来 现代性所创造的 各种不同的知识 不同的内容 对这个世界 进行编码的一个结果 我们再回到刚才那句话 世界这么大 我想去看看 到远方去 会成为我们今天观看的 一大驱动力 但是我想问问大家 如果去远方的话 我们抬头向前 是应该往东 还是往西 如果我们去远方 我们一定往西走 而我们说往西走 意味着 东部和西部 存在着一个结构 我们是 东部人 我们往西部走 需要获得一个 向西部探索的一种愿望 这个愿望的背后 其实是一个 现代性所创造的一个结构 就是现代与传统 因此它复制出来 叫东部与西部 同时再复制出一个 跟我们观看价值 更有关的 就是欲望和纯洁 再把它复制出一个 我们看到的 叫中心和边疆 所有这些概念 都呈现出一个二元结构 而我们的二元结构 使得我们 奔向了我们想去的目标 整一个观看中的选择 其实是被文化编码所预设的 今天的 很多的旅友 我们看到 大家都纷纷地奔向西部 他们去探险 或者他们去体验 而所有这些体验的背后 其实已经被预设的目标 这些目标 比如告诉我们说 因为 东部和西部 西部是纯洁的 是雪山高原 因此我们看到 所有这些 我们对于观看的想法 都跟海拔有了关系 如果是 海拔两千五百米以上 那就是纯洁的 如果是 海拔四千米以上 那就只能称之为 叫圣洁 反过来说 越低的海拔 可能就越是充满了欲望 在这个意义上面 我们来理解我们的行动 大家就知道 其实我们奔赴一个地方去 事实上 是被背后的 另外一种力量 在驱动着 所以 我有时候 我跟这些 喜欢去旅游的 那些旅友们一块交流 我在这里 讲个小小的故事 一个 美术学院的 一帮群落的人 他们都非常喜欢 去西部去探险 好 那么他们去了西部 他们看到了故事 正像大家都已经很熟悉的 他们碰到了一个 来自东部的 来自台湾的一个 一个女生 这个女生也跟他们一样 同样去西部去 最后呢 她留在西部 同时她嫁给了一个藏族小伙子 在那建了一座 非常奇怪的 很引人注目的一栋建筑 这个小小的故事 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就是 我们到底能看到什么 一个东部 一群来自东部的人 他们按照一个既定的目标 到西部去 但他们却看到了 另外一个来自东部的人 并留在西部 建了一个给东部人看的房子 这个观看结构 告诉我们说 其实今天我们的 所有观看里面 都被预设的目标 我们得要看到 其实正是因为 东部创造了西部 我们要看到 东部有上海 上海和丽江的关系 正好形成一个 反向的关系 而这个反向关系 又像镜子一样 折射出对方 如果LV的上海 有旗舰店 丽江就会有 反品牌的手工皮具店 如果有 上海有五星级 超豪华的大酒店 丽江就一定会有 民宿客栈 这两者之间 正好形成一个 镜像反差 正像雪山和大海一样 形成一个镜像反差 然而这一切 其实都已经被设定好了 因此我们对这一个 观看结构 做出一个揭开 一个揭示之后 我想 我作为一个文化测量员 我是如何来展开观看的 我想给大家 在下面讲一个 我自己的一个观看故事 就是这个故事 十几年前 我有一个保姆 曾经带我的女儿 带到十岁 然后十多年以前 就回乡嫁人 这个保姆名叫做阿联 今年春节 我追随广西的摩托大军 我回到广西家乡 因此我就顺道 去看望阿联 这是一个非常寻常的旅程 但是我想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 引发出一系列 我们如何观察 文化发生的 一些表征现象 这个就是阿联和她的孩子 我去看望阿联的时候 正巧阿联在建新房子 大家都知道 建新房子 当时建了一半 我当时问阿联 我说阿联 钱够吗 她钱不够 那我说 你打算怎么建呢 她说我想 买更多水泥砖头 把房子建得更牢固 然后我希望能建三层 但是我的前线 只能建一层半 我就先打上三层的地基 然后再设法 在以后有钱再建三层 好吧 我说那我资助了一些钱吧 我问阿联 我说你把钱拿来 打算怎么用呢 她说我一定会只能用 买更多的砖头 买更多水泥 我说你不买一些地砖 买一些好的一些装饰材料 贴一贴 她说不可能 不能做这样的事情 大家看到 阿联建新房子的 这么一个举动 代表了我们观察 文化发生的第一个变量 我称之为叫经济变量 在这里呢 我得套用一个 生物学的一个原理 我称之为叫天堂鸟原理 这个生物学家 在巴布亚 辛吉利亚 观察了一个天堂鸟 长得绚丽的 羽毛的天堂鸟 他们发现 这个天堂鸟 必须有三个条件 第一是食物充足 第二没有天敌 第三有相对独立的生存环境 羽毛就会长出来 因此我们看到 在经济没有越过门槛之前的时候 人们从食用为主 一切以食用为主 文化很难发生 现在我们做第二个假设 假设我是个亿万富翁 我很有钱 我也愿意给阿联很多钱 那我们想想看 如果阿联拿到很多钱之后 他会干什么呢 当然我没有这么多钱 但是我们可以到 阿联的家乡旁边去观察一下 你就会发现 旁边的一些新的小镇 正好印合了第二个变量 这个变量 我称之为叫羽毛变量 我们看到这个就是 在阿联家乡旁边 大约四五十公里远的 一个新的小镇 这个小镇上面 拔地而起的建筑 都装饰得美轮美奂 好了 那么我们也得观察一下 这些羽毛 长在这些建筑的什么身上 什么地方 它们就长在它的正面 侧面是一点都没有 大家看到 这个是整一条街的一个背面 这个背面是一根羽毛都没有 所有的羽毛都长在脸面上 这一点告诉我们道理就是 即便是经济增长富有了 文化也必须用节约的方式来使用它 所以因此背面 并不参与到一个视觉交流的 这个层面上去 背面是一块瓷砖也不贴 这是典型的正面率原则 我想问大家再问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 这个小镇不断地经济增长 人们变得越来越有钱 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呢 在这个小县城旁边 另外一个县城 叫广西的藤县 在这个地方 我找到了第三个变量 这个变量叫代际变量 大家看到 普通的中国县城 看起来都是很沉闷的 但是在这个小县城里面 突然出现了一个区域 让我意料之外 这个区域中 有很多时尚的酒吧 咖啡馆 一区域刷的时尚的 一些消费的商店 这些东西出现在 大城市里面很正常 但在一个小县城里面出现 让我颇为吃惊 因此我想 这个现象告诉我们说 新的代际 新的80后和90后 登上了舞台 他们开始自己表演 他们为自己创造一些 新的消费场所 在这个前提之下 我们认为 其实文化发生了变化 因此 换句话说的话 像这样的场所 就使得 新的设计师们 开始介入到 文化发展的 这个浪潮中来了 罗马柱和琉璃瓦 就不再是 完全有效的羽毛 这个变量关系 跟前面经济的 到羽毛装饰的 再到文化代际变化的 最后还会遭遇到 第四个变量 这个变量 我称之为 叫改造变量 我们看到 这是一个非常寻常的景色 来自我的家乡桂林 那么这个地方 其实是一个 非常好的 也是景色非常优美的 一个普通的 一个河边 河畔景色 但是这样的景色 遭遇到改造的 要求之后 就会发生变化了 我们说改造的目标 是什么呢 改造的目标就是 既有钱 又想要表达文化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会发现 有钱和文化态度 混在一起 使得我们处在 不同的文化态度 和文化位置上面 因此一夜之间 这个地方被拆掉了 半年之后 变成了一个这样的地方 大家看到 原来的景色 变成了一个主题风景 就是广西的风雨桥 再加上一个 从安徽搬过来的 辉州民居村落 把它合在一起 就是改造的结果 所以这一结果 也创造了这样的景观 我们看到 桂林的 著名的景观里面 我们看到这个 后面被移植了 大量的 世界各地的 全中国各地的景观 有赵州桥 有巴黎桥 有金门桥 所有这些东西 都是因为文化太多 去改变而造成的 所以因为我们对文化 有这么一个认知之后 我想其实文化 不仅是一个 我们追求的东西 其实恐怕 我们经常因为文化 而发生不同的冲突 就这个观察 我想把大家 带到另外一个故事里面去 就是我们到底 处在一个什么样的 文化态度里面 我想给大家讲的故事 是一个名字 所引发的一个公案 那么这个名字 就是大名鼎鼎的 这个小蛮腰 广州塔 2010年 广州塔落成 当时正是广州要召开 亚运会的期间 那么 这是一个广州市的新地标 要知道 这个地标还没落成之前 它的名字已经在 民间网上面大量流传 大家知道这个名字吧 小蛮腰 但是 它落成之前 广州市政府要为它 取一个大名 那么这个大名 怎么取呢 取名字 其实 看起来我们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名字 但是要知道 要为公共事务取名字 其实就意味着 我们要去创造一个 公共产品 这不是一件 掉以轻心的事情 所以为此 广州市政府特意 采取了一个 海选的方法 全球海选呢 已经获得了 18万2534个名字 18万个名字 如何选出一个最佳名字 我们看到 康熙字典才有 6万多个汉字 18万个名字 等于可以把这个字 组合两遍 三遍 最后的结果怎么办呢 最后组织了一个专家团队 终于把一个名字选出来 这个名字叫海星塔 但是名字一出 舆论大话 民间网络都不满意 那怎么办呢 今天不像过去 过去是政府拍老袋就说了算 但今天舆论的问题 非常的严重 我们都知道取名的问题 著名的有 中央电视台的那个大裤衩 还有那个苏州的大秋裤 这些名字对于公共事务的影响 是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的 所以广州市政府不能掉以轻心 因此最后 他的委托中山大学 我们中大的陈校长带队 把我们叫在一起 组成了一个宜兰杂政专家组 我们要对这个塔的命名 对症下药 我们得选择一个名字 什么名字 最适合这个塔 我们先看看 这个之前被拼出来的十名 第一名是海星塔 为什么人们不愿意喜欢它呢 我们再看看别的名字 有很多名字取得非常有想象力 我们可以看到民间的名字排在左面 官方的名字排在右面 民间的名字里面 最厉害的名字就是这个名字 叫杨巅峰 杨城的巅峰 所以杨巅峰是一个 非常具有想象力的名字 当然 这不能成为大名 这是肯定的 广多话 来念这个词的话 大家会觉得有意思 我们可以看这个图像的对比 这个塔是一个像驱扭的曲线 广州人把这种木材 很难批的木材 称为叫扭文材 就是指的这个曲线 大家看 这个两个之间的关系 还是蛮相像的 小蛮腰 我们看到 大家看到 因为阿娜夺子的腰 那么这个腰当然还是 一个比较宝义的一个说法 但这个就不怀好意了 这个名字叫真理塔 大家看到 这个真理塔就把一个大针的针筒 跟这个广州塔的这个形象 把它合在一起 所以杨巅峰 小蛮腰 真理塔 这些东西在网上面喧嚣一时 如何来获得一个大家都认可的名字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好 那么我们的专家小组们一起来讨论 如何办呢 当时我们的中大的历史学家 刘志伯老师说 其实我就认为 18万个名字 我们想不出更好的名字 我们就认为广州塔就是最好的名字 但是广州市政府当时规定 什么名字都可以要 唯独不能要 广州塔三个字 这个难题就来了 好吧 我们既然是宜兰杂政小组 那么我们就来解决宜兰杂政 好 我就想出一个方法 解决文化对立的方法 来为这么一个很难解决的公共事物 找到一个定论 方法就是这样 第一 我们的寻找命名的来源 我说名字千千万万 但是无非四个来源 第一是阴形得名 小蛮腰就是阴形得名 长得像个腰嘛 它就叫小蛮腰 那么也有它的案例 比如说西雅图有一个塔 上面有一根针 所以它叫天空之针 这个都是阴形得名 第二个阴地得名 在广州嘛叫广州塔 在迪拜嘛叫迪拜塔 这个很正常 第三个 我们可以甚至叫阴园得名 雪园 清园 或者说是地园 比如说上海叫东方明珠 这就是源自于一个人们对它的一个认可 这个认可就是一种 基于地缘和历史的一个关系 那么在广州嘛 我们可以称之为叫岭南 或者是南越 这个都是因缘得名的一个方法 第四个可以叫因素得名 台北有101大厦 101层就叫101 广州有63层 那么有63层就叫63层大厦 好了四个方法我们看到 无论选哪个都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必须要把问题 看到这个情况 今天已经没 不再有一个所谓的统一的文化 所有的文化 其实都处在一个 对立的状态下 所以今天我们必须对文化 画出一个坐标 这个坐标呢 我们可以给它建立一个 X轴和Y轴的模型 大家看到 X轴是一个左和右 我们把左边叫做左派 把右边就叫做右派 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左派和右派 凡是特立独行 凡是反抗的 凡是不听话的 凡是标榜标新利益的 我们都称之为左派 反过来就很容易理解的 凡是歌功颂德的 凡是华丽的 凡是追求有自我尊严的 所有这些东西 我们都称之为在右派 这样我们就能区分这个结构出来 但光有这个X轴还不够 我们得建立一个Y轴 这个Y轴是一个纵向轴 我们看到 纵向轴的上端是 有知识含量的 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 叫高雅派 它的下面我们可以看到是 流行的 或者是庸俗的 或者叫低级的 我们可以把它称之叫 大众的流行派 因此大家看到 左和右 高雅的和低俗的 这四个变量关系 就会形成下面的关系 因此我们就可以分别出来 不同的文化态度 在这里面就分出了 有高雅右派和低级右派 也有高雅左派和低级左派 那这样的话 我们把所有的名字 都倒进这个桌标里去 每一个名字 就像被吸铁石吸引一样 它就不会归类了 大家来看看这个实验 南国悬塔 这个名字是右派还是左派 它在这儿 右派偏下 岭南摩星塔 稍微上一点 碧海星沙塔 它是个极右派 百月云珠塔 极右偏上 月灰塔 当然很右了 蓝天柱 往下走 广州民珠塔 下 再下 小蛮腰在哪里呢 小蛮腰在左边呢 大家看呢 轴线偏过来了 柳文才 好下边 杨巅峰 就不用再说了 那是极左派 极左中的极左派 好了 我们看了这个道理 其实很简单 大家知道 凡是右派喜欢的 左派就不喜欢 凡是左派喜欢的 右派就不喜欢 凡是高雅地喜欢的 未必低俗就喜欢 因此文化在不同的位置上 恰好跟另外一种文化 是针锋相对的 所以在公共事务领域呢 这个问题就变得 难于选择 因此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建议 我们从最佳选择法 转为叫最少意见选择法 因为我们找不到一个 让大家都喜欢的一个名字 我们就应该反过来 去寻找一个 大家都不那么恨的名字 大家看看 只有这个 广州塔 大家 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 跟他的距离 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他位于 这个模型的中间 我们可能都不太喜欢这个名字 但是我们确实 不那么恨他 在讨厌和恨的角度上来说的话 每一派对他的态度 就几乎是接近 因此把这个道理 我们把它总结起来 再递交给广州市政府 我们说服他 我们认为 这个名字 是一个中性的名字 因此他在宣布之后 也许可能会引发一些争论 但是不到半年时间 人们就会顺理成章地接受他 因此 这个广州塔的大名 就由此而确认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是一个 在今天的文化领域中 我们处在不同的文化位置上面 我们秉持了每一种态度 其实都跟另外一种态度之间 会形成不同的 对抗性的关系 我们用这个模型 再来看一看 我们今天的观看的文化 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些 更有趣的结论 以这个模型来做例子 我们可以把今天 我们的文化位置 同样做出一个新的判断 我们把经济轴和文化轴分开 横轴里面 大家看到 一端是没钱的 一端是有钱的 纵轴 一端是有文化的 一端是相对低文化的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面 分立出了这么一个 关于文化位置的 一个基本的图谱 大家看到 土豪就是这个文化图谱 所生产出来的 要知道过去是没有土豪的 在古典时代里面 所有的文化产品 都被有钱人所垄断 都被贵族所垄断 所以文化和经济是合一的 因此那个年代里面 是没有土豪的 只有当文化和经济分离 当最有钱的人 不是最有文化的人的时候 那么土豪就被这个结构 所生产出来 它位于低俗右派 那个位置上面 那就是土豪的位置 所以土豪的位置 反过来所对抗的那位置 是谁的位置呢 这是今天最有创意的 具有反叛精神的 年轻人的位置 因此我们可以再把这个图 往下延伸 大家看看 这个图告诉我们说 其实并不就是居中就好 走到极端才可能会好的 如果走到极端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道理了 如果把这个图谱 再一次放到一个 全球化的背景中 你会发现 经济轴可以把它变成 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 文化轴里面 可以把它分成是一个 现代西方文化 和一个传统东方文化 在这个意义上面 文化又被确定了一个 在全球化条件下的一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上面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云南丽江在哪个位置上面 云南丽江就是 欠发达地区 加上现代西方文化的 一个混合体 所以它处在 另类的位置上面 在左上角 反过来说 土豪和爆发户 永远位于右下端 它是一个 有钱加上 文化不创新的 一个混合结果 所以它就处在 右的下面 我们再把这个模型 再往下放一遍 我们的文化测量的 地理学就出来了 大家看到 其实一个东部中国 和西部中国 一个发达地区 和一个欠发达地区 一个经济 高经济资本 和低经济资本 其实具有的 同样的一个 轴线的对应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 我们再把一个 城乡关系放进去 你会发现 城市中国 和乡土中国之间 也呈现出一个 文化的一个图谱 因此 这样一个 为今天的文化态度 绘枝坐标的一种做法 揭开了我们今天 去世界这么大 我要去看看的 那个目的地之谜 我们要去哪呢 其实 我们所有的目的地 都被这个文化图谱 所设定好了 无论我们迈向何方 我们向东部 还是向西部 其实 他们都是 相互塑造的一个镜像 我想 作为一个 文化测量员 我能够给大家 分享的内容 应该就是 这一个 文化坐标的模型 我们再以这个模型来 观看一下 刚才我所说的 那个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 那个 中国的两弧 你会发现 这两条弧 现在今天 已经变成了 这个东西 大家看到 今天的当代中国 已经不再是一个 东西分裂的两弧 而形成了一个 十字轴线 我们所想象的景观 其实 无非是这么一个 具有高度的结构化 和象征化的特征 当我们 由东往西看的时候 我们所看到的是 纯洁的雪山 那么这个 轴线 就是一个都市 和边疆轴线 好 那我们说 由西往东看 你会看到一个 纯洁和欲望 轴线 越往东部 越充满了 灯红酒绿的欲望 然后我们再看一看 由南往北看 现在我们在深圳 我们在 祖国的南方 然后 由南往北看 我们能看到的是 历史和现代轴线 因此 北京 所代表的 传统和历史 就是这条 南北轴线的景观 最后 我们反过来 由北往南看 那就是 我们今天的 所在地 深圳 而深圳 作为一个 新兴的城市 今天 创造了 巨大的人造景观 而这一景观 其实预示了 我们今天 正在从一个 内向的世界 向一个 更加外向 和开放的世界 迈进 也许 我想 这并不是因为大家 我们说要去到某个地方 或者说 我们选择一个目的地 应该秉持什么样的道理 我不是一个 导游 或者不是一个 旅行社的经营者 但我想告诉大家去 我们今天 不论迈向何方 其实 我们都应该去考虑一下 今天这个世界 其实是如何被创造出来 而 这一切 其实都取之于 或者说 要依赖于 我们自身 跟它的一个合谋 如果我们更加具有一种 文化测量源的一种 分析方法的话 那么 我们可以 促使这个结构 能发生一个 更有益的变化 好 我就说这么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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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